把尘埃落定后才会正式公布 贵山岛本来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岛 但是它是属于在行政区画上 它是属于广东省的珠海市的 珠海市的海域 这个涵盖的这个面是很广的 比方说过去澳门是没有自己的海域 后来是由中央政府决定 把珠海的一部分 就是澳门附近的这个海域 原来是属于珠海的 就划给了澳门 那么从此澳门才有了自己的海域 那么另外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 目前因为香港的建制派的智库 他们向北京提出的建议 香港的一些专家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建议 就是为了解决香港的土地供应 严重不足的问题 那么能不能选择 类似像贵山岛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么填海之后得到土地 那么可以租借给香港 那么以解决香港的这个土地供应不足的问题 那么贵山岛我们说从这个 虽然说刚才新闻里面也提到了 这个实际上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呢 这个中央政府已经在考虑 在这个研究有多个地点 可以采取类似的这个行动 但是目前来看呢 贵山岛是应该是最接近于香港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它这个开发起来 它未来这个吸引力呢 它开发起来也比较快 未来这个吸引力应该也会最大 因为这个贵山岛 它离这个香港最大这个岛域就是大雨山呢 这个只有三海里之源 那么从海上来说 它几乎是联维一体的 所以如果贵山岛这个采用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填海的话 那么它今后它形成的一块这个土地呢 它要么就是可以跟香港这个大雨山连接起来 要么就是跟香港大雨山就非常的这个接近 如果用现在已经技术非常成熟的 这种快速的轮船的话 只要30分钟左右 就可以到达香港的核心地段 比方说到香港的这个中环 或者是到这个九龙 所以从这个地理的这个距离上来说呢 其实上离香港是非常近的 甚至可以说是联维一体的 那么香港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啊 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呢 有1100平方公里一个土地 实际上香港真正开发这个土地呢 还大概只有20% 香港有大量的土地 是由于法律的原因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原因 它现在不能开发 就是有地不能用 你急也没有用 这里面当然有各种各样这个其他的这个因素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香港政府比方说这个前年这个林郑月娥为首的 这个香港特别政府呢 提出了这个明日大雨 这也是一个大规模的这个天海造地的这个计划 但是以现在的香港的这个政治生态来看的话 这样一个大型的一个计划 能不能被立法会通过 那么然后再拨款 至少短期内可能性也不大 但是呢 香港有大量的这个中低收入的这个民众 他们急需要这个能 他们希望能够早日搬进这个政府开发的这个公屋来居住 包括很多年轻人 他们买不起房子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类似于开发这个桂山岛这样的规划 我想这个陆续的 他就会提出来了 那么这也是中央政府能够帮助香港政府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说假如这个桂山岛的这个规划能够这个通过这个立项 那么我想香港是没有理由去反对他的 虽然可能有一些香港人他抵触 他们觉得那你可以不去做 我相信如果桂山岛的这个海域填了填海之后 甚至可以说这个让这个中国内地的有关的这个公司 让他们来做因为效率更高 而且成本可能也更低 那么然后呢 类似用这个澳门跟珠海的这个恒情岛的这个模式 那么这块土地呢 就租借给香港 比方说租借我们假定是70年 70年以后还可以延长 那么香港每年的交付一定的这个费用给珠海 那么然后这块土地呢 这个主要是建工屋 那么然后呢 这个当然香港政府也要这个承担这个相关的这个 特别是这个交通 交通的这个开发也非常重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样一个能容纳数十万人的这样的一座新城 那么如果能够能够这个进入香港这个议事规程 能够成为进入香港这个规划 把它具体服在实施的话 我相信真正反 第一反对的人是少数 第二反对也阻挡不了这样的一种这个建设的进程 毕竟它符合香港绝大部分人的这个利益 因为如果在这个我也注意到有这样的建议啊 比方说在这个珠三角 也就是这个我们说粤港和大湾区 但是如果在离香港比较远的地方 那么也类也寻找类似的这个土地 建立香港城 那么也让这个香港人去居住 但是如果地点比较远的话 那么可能很多人就觉得不方便 不像这个桂山岛这么方便 桂山岛它等我说了 就等于是跟大雨山的一部分一样 那么在地理上 它完全不是一个遥远的这个概念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中央政府 它除了关心香港的这个国家安全的这个问题 相关这个立法 目前正在全国人大在讨论 但是我想这个立法 它只是一个方面 它只是用于来这个解决香港的这个政治问题 而对于香港来说更重要的 还是在这个政治形势安定之后的这个民生的问题 而民生问题首先就是房屋问题 这一点呢 三年前习近平主席在香港视察的时候 就已经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并且这个告诫香港特区政府 必须要重视这个问题 必须要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看来 除了这个特区政府自己必须努力 香港社会各界必须努力之外呢 中央政府也是可以帮忙的 因为虽然香港有很多土地没有开发 但是我刚才说了 这有很多这个客观上 有很多无法抗拒的这个原因 或者是很难克服的原因 或者需要很多时间才能够解决的 但是如何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能够为香港提供这个足够的 我们说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土地资源 让香港政府能够建造大量的这个工屋 能够满足香港这个中下阶层的民众的 对于房屋的这个苛求 包括这个青年一代 对于这个房屋的这个苛求 那么以贵山岛能不能开发 当然我们要持续的这个关注 但是我觉得从各方面情况来看的话 贵山岛的这个海域 应该是一片比较理想的海域 未来如果能够填海建成 能够这个租借给香港的话 就能够很有力的这个帮助香港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香港现在的这个房屋 我们说最主要是居住公屋 要这个沦厚的时间太长 能够很有力的很有效的 一部分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